Hello 大家好 我是作曲人 爵士吉他手徐志涵 今天我與我的《回聲七成奏》 為大家帶來了兩首作品 是我的原創作品 一首是《家》 另外一首是《似夢非夢》 然後我們的成員包含了 小浩演奏家胡丹峰 爵士Saxe演奏家陳嘉峻 爵士長浩演奏家曹函 爵士鋼琴演奏家黃建宜 爵士Bass演奏家田欣 還有我們的爵士鼓演奏家徐志同 關於《回聲七成奏》這個演出項目 最開始組建的一個初衷 是想通過三個管樂 還有我們爵士樂的節奏組 結合在一起 有不同的線條肢體 然後和聲的色彩 然後表達我對一些音樂的理解 然後這次加這首作品 前面我還加了一段 對於古典曲式複格的 這樣的一個前奏 希望能給大家一樣的感覺 其實是一種古典的曲式 加上爵士和聲和旋律的一種 畫界融合 同時陳嘉峻老師也演奏了《長笛》 希望大家能喜歡加這首作品 關於《思夢非夢》 是我創作的一些芭樂的作品中最喜歡的一首 這裡面我是很喜歡旋律的線條和呼吸感 希望你們也能同樣感受到 這個作品帶給你們的一些不同的感受 關於我音樂的學習過程 其實很小就開始了 然後我17歲開始出國 去年2022年10月我回國 在德國留學了大概11年左右 然後今年正好剛剛回來 然後組建了《回聲七成奏》 學習的過程中 我也是同時在學習我的 爵士吉他演奏和作曲 所以希望能把我這兩項 兩個方面吧 兩個方面的一些想法 能展現給你們 對於現在正在學習爵士樂 和學習音樂的朋友 我的建議是希望你們能一直 保持一個對音樂的真誠的心 和一個不斷學習的一個心態 勇於去表達自己對音樂的理解 這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對音樂的真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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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